成績好,特首亦都說了 我們會有設施 我們有成立三億元的能力提升基金 精英運動員科研等等 那足不足夠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作為精英運動員 我自己奧委會 我看整件事是整個生態去看 代琴緊要,運動員緊要,科研緊要 但我們不要忽略其他 非精英項目是否都可以有些資源的分配呢? 現在英國做得很好 它有些progression funding 有些新,現在整個體育板法在變 不是永遠都是那二十八個sport 我們說有滑板,有攀登,有新興體育 有滑水,surfing 香港就可能難一點 但其實這些真是缺乏資源 但如果早點投資 是否可以早點在我們國際大環境裡 拿到成績呢? 這個可以想 教練,國際培訓,裁判 現在真是少的 我們是否可以更多香港的裁判 可以去到國際比賽打分 真是有分別的 不是沒有分別的 這件事 這件事是需要長年的培養和資源 醫療人員 運動心理學 運動員也知道了 運動心理學很重要 很重要 發揮我們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我們國際組織 應該有更多我們中國人的話語權 未來比賽在哪裏 每個運動的規矩是怎樣寫 其實都在變 足球永遠都會變 網球永遠都會變 就是國際協會的人去定 我們是否有亞洲的聲音 是否中國的聲音 這個都重要